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请杨立伟 我们相谈胜宽 杨立伟 所以人选是已经确定了吗? 人选已经确定了吗? 还没? 杨立伟 有先挑出协助吗? 你来算不上 我来算不上 来 拜托我们这边好不好? 好 来 我来一起 别安心 对不起 别安心 好 要不要放低一点 好 放低一点 放低一点吧 因为这样就脚子太靠 好 对一点 好 各位 刚刚副总统这方说法 是不是确定有你出现吗? 还是说还没调好? 没有啦 没有谁出现 那副总统既然指定我来报告 我就先跟大家报告 好 那我们决定应该是周六 那有一个政见的发表会或对谈 那这是希望选队会能够安排 那我们双方都同意 大家对市政的理念 能够充分的说明 让更多的市民了解 那我们也觉得说这段期间 对于整个台北市长的讨论 真的对市政的愿景 蓝图很多做法 那是不足的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那个方式 让更多市民了解 那我们都同意在礼拜六 然后责定一个时间 那可能责定一家媒体 来办理这样的活动 副总统 我这样有说不对? 对对对 谢谢 那政见发表之后 谢谢 谢谢 就像我刚刚一进来讲的 我觉得台北市非常重要 可惜一直到过去 今天以前都纷纷扰扰的人选等等 我们觉得对市政探讨很重要 所以我建议 谢谢姚立委也都完全同意 就是最短的时间 能够把我们两位参选人 对治理台北市的看法 有一个对外说明的机会 所以全队会也同意 我们就希望这个礼拜六 能够有机会给我们两位 把意见好好的表达 然后让大家来做决定 所以我请教一下 你两个来参加 那个证监会的话 是不是代表说 你现在只有两个人参选 会有第三个人加入吗? 这部分要问选多位 不过选多位是说 到今天为止 当然就是我们两位 所以证监会之后 就是要进行民调吗? 完全没有谈民调的事 那之后人选会怎么出来 那要问选对会 其实白纸黑字很早都规定了 所谓征召的过程 就是选对会第一阶段征询 我们在很久以前就做过了 那今天就协调 那我们协调 我们大家的共识 就是愿意公开 把我们对台北市政的一个看法 做一个说明 那接着下去 再由选对会提出建议 由主席来做裁决 然后在终止会通过 这是原来的办法里面写明的 大概就照这个 有没有写民调 里面没有写民调 好不好 我今天讲的就是很早中只会决定的 白纸黑 今天选对会也是把这个规定 再告诉我们一次 就没有意义 我只是因为我们在谈的时候 我建议说一直没有机会 把我们的政见 有个机会对外说明 所以大家都同意 而且就是很快速很简单的方式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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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这个最和平的方式 最民主的方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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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号是确定的 所以开完所谓的政见会之后 有没有会计还有在约 有在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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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次学校或是有讨论吗 没有 刚刚我们两个讲的话就是 目前到这里为止 不知道 可能等一下他们会再讨论 因为他们等一下马上要开会 那我们现在是同意一个机制 一个过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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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